我就送八宝粥 八宝粥 马上就打开 所以这个一个手提袋里面 就是矿泉水 八宝粥 饼干 反正这些干粮马上你可以冲击 可以解渴 这个是最实际的 那我们到那边感觉就是说 灾民到现在 这个上礼拜五见报的 小林村求赔4亿7100万 可能这一点马上就不敢去 对不对 你可以说如果去可能现场会 那个小林村的那些 在无礼谱的这些 住在红十字会组合屋的这些人 可能就围着了 所以他就转到屏东去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 也不要说官方 民间做的 但这个是慈忌 慈忌我们去采访的时候 它特别编的这么一侧很漂亮的 就是大爱村 在三菱乡 这个在平地 那隔壁就是红海永林有机植物厂 另外我刚好前两天也下去 你看张荣发 他也是静静的坐 他是到水里 我们都忘了说以为只有高平地区 或台南有灾区 其实这个南投县 水里那边也有 所以水里全部是由张荣发 来做的 那你看他就欢欢喜喜 是吧 不需要悲情 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些企业家包括红海的 他本身他那个永林他也觉得很引以为傲 因为他增加了很多这些灾民的就业机会 那实际大爱当然做得最好 他们这个其实是可以说有口戒杯 所以我是觉得吴葵到了灾区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说这个哭哭啼啼 这个当然可能在学宋楚瑜 宋楚瑜这个哭也是有名的 对 所以当然你有同理心 你可能赶从北来 那可能说认为说 最要流汗 让他也流汗 流汗 然后核心皮有雷津 可能有感而发 那我想总是大家面临这一个共同的苦难 台湾这块土地共同的苦难 还是应该要有同理心 你说其实老百姓需要就是在发生 不可知的一些危机 不管是天灾或是人祸 政府要有一个大作为 就是你要当我的天 让我们不会被压死的感觉 其实我们国内现在还不只是两党的问题 不只是朝野的问题 光一个国亲合不合 就会牵动到整个国内 未来二十二大选的一个布局 好那我们就讲说 刚才一开始 给您看一份年代最新的民调是 宋楚瑜在这份民调里面 如果摆了跟马英九 蔡英文 宋楚瑜一起 一起去调查的话 宋楚瑜有百分之十五 对不对 可是其实不只是年代民调做 其他一些包括平面 或是电子媒体 也做过就是把宋楚瑜摆进去以后 做的一些民调 好我们来看这样的数字 就可以显现出来 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都非常关心 宋先生你到底要不要选 因为大家都会把它放进去 其实我们来看的是 八月三号的时候 中国时报所公布的是民意调查 如果只单纯 就是只放了马英九跟蔡英文 发现他的支持度是 33.5对上了29.2 在这个误查值范围之内 所以算是平分秋色 那如果是把这个宋先生 这样的一个因素放进来的话 三个人这个民调上面 我们就看到 马英九33%的支持度 那么蔡英文是28.6% 那么宋楚瑜拿到 是10.3%的支持度 那么所看到的 卫保态的方面 确实这当中似乎是 有蛮多的部分 是给了宋先生 这是在中国时报 8月3号所公布的 这样的一份民调 那么来看的是 年代的民调中心所做的 我们就刚看到的 一开始有跟你们所说的是 当这个马英九的 是29.3%支持度 蔡英文的27.7% 那么宋楚瑜的是15.4% 那么回过来看的话 如果只有马蔡两个人来做比较的话 我们所看到的是 马英九33.1% 蔡英文的30.1% 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最多变化 也是在未表态的这个方面 是比较多的部分 OK 好 那像这样子 国内其实除了你说 包括中国时报 包括新新闻 包括TVBS在前一阵子 也做了一个民调 那时候宋局如果摆进去的话 大概有13%左右的一个支持度 对 是这样 这表示宋局他的支持度 他就一定会有 可能我们这样讲 10以上左右的支持度的感觉 那对于未来国卿合不合的发展 宋楚瑜的支持度如果越高 对于国卿要合不合的支持 要不要合 困难度就会变得越高 对不对 当然啦 因为现在 如果像我觉得上次 为两党的这个秘书长见面 如果要谈要谈什么 因为我觉得国民党 清兵党说 那你的实力在哪里 国民党那质疑 清兵党说 我认我的实力在哪里 所以两个在扎根 他没有东西要扎根 那现在如果说 我们一定要出来往上了以后 那我们就要来谈 那如果谈不容 那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因素 而且我觉得这个民调 或是几份民调 证实了我们所知一的一件事情 对蔡或对马 不满的人 本来在不表态 后来送出来全部表态 就不能 没有说全部表态 表态人不少了 但是我还要讲 现在是这个情势 但是你真的大势底定之后 只会发生说几个情况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 就宋楚瑜的民调持续攀高 我宣布要选总统了 我现在不是15或16 突然到20几 那在这个时候 那当然就 当然就我自己的主体性就出来了 那国民党领导的事情 那万一呢 万一我宣布参选之后 如果我的民调是 比如说18% 刚说什么20就心动 30就行动 40就出动 然后马上就都头痛 但我情况之下 如果说他真的宣布了 那民调往下掉呢 那亲民党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 我要讲 我说经常 我喜欢讲一句话 说政治人物最喜欢算计 可是经常就被人家算计 就是你算到最后的结果 没有出现你想象的情况 你出现的情况是 你在一个highlight之后 我在讲highlight之后 就下来 那时候你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时候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是 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就讲说 其实如果宋楚瑜 如果后面 假设他一直不宣布 一直加温 对 然后一定会有很多媒体 接下来会一直做民调 一直到9月13号 我们说要登记 全部都截止以前 一定会有很多人这样做 也剩不久 所以如果要是宋楚瑜的民调 假设再往上走的话 我不知道石起 国民党还不赶快去 把这件事情解决吗 如果要是他的支持度 假设 又有一份民调 刚才蔡委员讲说 如果客观的说 他不是不可能 攀到个18左右 那宋楚瑜会不会突然觉得 我突然觉得 我走路都有风了 那我还干嘛不穿雪 雪了 对啊 那宋楚瑜会对国民党来说 它就更难解决 时间行动了就对 可是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我看国民党 最近这几个月以来的行动 包括上个礼拜的 两党的秘书长见面 我觉得蔡委员 你们国民党好像不是很想解决亲民党的问题 因为你们并没有offer更好的条件 对啊 你们没有提供亲民党一个更好的选项 所以你们仍然是停留在说 那我们就来民调一下 那我们就来协商一下 看看可以 就是说你没有给人家一个新的东西 没有创意 那亲民党现在正急于要走出自己的主体性的情况之下 又刚好碰上了国民党的民调 不是那么的强悍的情况之下 那亲民党是一个万中选一的大好机会 他其实没有 他其实不需要跟国民党谈 所以你如果今天国民党要去跟亲民党谈 你必须要带着满满的礼物 不只是带着一篮水果而已 你可能要带十篮 大概二十篮的水果 更何况是两串礁 对对对 更何况是两串礁 所以我觉得其实国民党 没有什么诚意要跟亲民党谈 那我也不主张亲民党去跟国民党协商这些东西 因为很容易会被人家批评 或者说你看吧 密室政治 果然你们两边瞧一瞧 瞧完什么都什么位置都安排好了 我觉得这对亲民党是有很大的伤害 对于亲民党主体性是有很大的伤害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蔡伟 可是对国民党来说 我们本来都一直觉得说 我看两党之间要谈要会 大概很难了 嘣 上礼拜就突然出现一个八月四号 两党秘书长就秘会 会不会我们再谈一谈 嘣 今天晚上两党主席又怎么样 对我觉得政治永远会出乎你的想象之外 这就是创意吗 对啊 政治永远有原则也有弹性 说不定今天晚上共度父亲节也说不对 你在哪里 看告诉我们 我们前半段都在谈说 宋楚瑜先生要不要选总统的问题 是总统选举的问题 然后两党秘书长谈的是立委选举的问题 他们不牵涉总统的问题 好像报纸上面讲说 谈到总统选举的问题 其实立委选举的问题 别看什么创意啊 诚意啊 挤蓝水果啊 其实立委选举反而是最容易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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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